星期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時事狂追猛打 馬會應該是最有所謂的 你怕罵你們 做多一點點的事情 罵你們 拉你不給你跑馬 你又真是瘋狂 我告訴你 聽清楚再講 我真心覺得 如果我們偉大的習總書記 真是可以話事的人 他一個月可以聽到一兩次匯報 關於香港的事 我覺得他也很聰明 於是現在這樣 所以現在連判案都不知何時判 其實中聯辦說有直線打信是否真的 他給我一個電話 不知的 但你又說廣東話 中環歐家倫今天又被人發現 他本來今年快要開學 中大會教三科 新聞學道論 傳播法律與道德 碩士課程教廣播新聞 昨晚校內的互聯網顯示 上述三科的課程導師竟然沒有了歐家倫 而歐家倫被視為休假中 首先 一定要想想 歐家倫不會餘應 我們就不去猜 剛才是休假中 首先 校方就說個人不欣請假 我想問問那些黃衛兵 歐家倫在中大教書這麼吵架 中大絕對建制得不得了 以你的邏輯 中大讀書應該是吵架 如果是這樣 留在香港就是吵架 推下去就是這樣 當然我們知道不是 首先 我真的很驚訝 新聞學道論 傳播的法律與道德 廣播新聞的碩士課程 竟然還有人 真的很奇怪 但不要緊 你說為什麼他會休假之中呢 以我們看歐家倫 他似乎 我不知道是不是收了很多 照計又不應該是 如果有什麼其他政績 之前說做記者都沒有了 寫一下文章 賺一下稿費多夠錢 沒有了 那就是教書而已 還有什麼做刑生 我不知道 當然你會覺得大家會去想 是另一種打壓 但你也要有根有強 才能打壓到的 要打壓 那譬如說 如果現在人們叫出來 就是剛剛 在這個《立場新聞》 按那十幾篇文章裡面 有四篇歐家倫的文章 法官就開名指定 他的文章有煽動性 那如果既然是這樣 會不會禮手 搞歐家倫也有煽動性的 他的文章作為作者 是吧 俗話秀說不搞 學校會不會被嫌呢 大家知道現在中大的學校會 會是什麼環境 是吧 叫你有沒有 未同優先 優先不可疑那宗 異曲同工 經濟如何好呢 你不要只想著 在香港我也覺得是 起碼有我這一類人 既然大家現在有戲 這樣玩法 那些形異上的事情 我們不要再說那麼多 大家謀生 肯放下一些東西 結果都不行 因為你們不放下 每天都在搞政治 好了 然後就說我們搞政治 這樣環境 誰願意花更多錢 誰會有信心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是沒有辦法的 即是譬如說我們貴大祖國 和美國在吵 那些我們明白 那些 但這些是否可以不做呢 做少些呢 它能顛覆到你那些什麼東西呢 先不要說那個 什麼 村官蒲大假髮演一台冷氣 就是歐家倫 被看立場新聞案裡面 被叫那四篇文 例如說 適時沒有的 國安法官 只會明白 新時代的公共性 為何物 那法官當然是覺得 不對 其實煽動的是什麼 如果是這樣的 或者令人憎恨了法官 法官代表政制 令人憎恨了政府 政制 其實你可以無限地推 即是他沒有質疑你嗎 可以無 因為一質疑就是令人 只要他要入線動物 你會令人憎恨了政府 如果是這樣 基本上 是可以 為何人這麼害怕 是無限地推 就算我一直在做節目 每一集節目都可以抓 我說我相信事實出來 哇 那些人聽聽說 是呀 被你講得很難道理 如果這個政府這麼害怕 真的那些政府 你是不是可以抓救我呢 又不需要暴力 現在說了 不用即時暴力 都可以 沒有意圖都可以 沒有意圖都可以 沒有意圖 是啊 我都沒有意圖 你問我有沒有 我一千個百分之我沒有 顛覆國家的意圖 那你怎樣 好了 如果你說這件事 對中國有什麼益呢 深圳灣大橋墮海高級關員 四十六歲 不知道什麼事 我真的 因為沒有片看 那是昨晚凌晨 十二點多鐘 這個高級關員 入職海關二十幾年 駐守深圳灣管制站 就駕車 去深圳灣管制站 當間 我覺得這件事有幾點奇怪 第一 我不知道什麼事 是整個月過欄杆 乘車到海 在海深兩五三米裏面 舊回到大宋院都不治 四十六歲 是睜眼睡 中一小時直衝 還是有意識地呢 不知道就等他人去查 無論如何都是可惜的 好了 但是最奇怪的是 01拍了那張照片 他在邵氏的現場 有個公仔的頭在那裡 你看看 那張照片 很明義 還要是那類公仔 精子的樣子 七奇那樣 到底是 那個什麼 那鬼 到底是 那個紅大啤啤 好像我這樣都說 什麼 那麼邪惡 好了 另外 這一件事 就不關國泰事 但是我有時想起 幸好他真的搭飛機 行船跑馬 三分險搭飛機 雖然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話說昨晚有一部 飛去蘇黎世的直航班機 飛到上空 發覺 導致引擎燈 警告燈亮起 於是乎 機師又懷疑 難道那個引擎著火 他就案情罪 在香港以南上空放油之後 再回來香港 安全降落 沒有人受傷 我心裡想 屌你老母 如果我搭飛機 突然間有特別事故 然後放油 其實不知道 我也想問一下 放油是否真的這樣 放油 看我淋在樓下 是不是周圍是那些油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不是怎麼為止放油 好了 我想你放油 都不會專門飛回來 吊得機場這樣放油 當然是那些 津膏 海 好了 應該是這樣吧 各界沒有透露詳情 但之前人士說 事件就涉及燃油噴嘴 即是我們所謂的火嘴 這類問題很少見的 所以一般來說 引起的關注比較低 引擎廠商 盧斯萊斯就說 他會和國泰空中巴士 和管理部門合作調查 現在國泰都檢查了A350客機 有48架 看看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昨晚都取消了24架 這些就是航班 你說這樣接回來好地地 你說有時真是 不要難怪這些人 我看這些 雖然很少機會 他突然又說 有緊急氣流 然後空姐很害怕的樣子 走回到自己的椅子坐 然後再過一會兒 再掉了那個氧氣罩 說你不想要怎樣 腳軟啊 好了 這件事繼續說 現在是一面支持 但我還是比較相信 這一面支持 因為你的校方不回應 如果是的話 這間1991年成立 我上網看的 在香港營運了三十幾年的 加拿大國際學校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來自加拿大 還是用我的名字 你知道這些東西 OK 你一有什麼事 那些處理又是 這麼厲害的 香港人真的不懂得處理這些 危機管理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首先就是坦白 什麼事 好了 加拿大 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 低年級部 Lower school 一名二年級的難學生 二年級就很簡單 就是二年級了 六七歲 懷疑被同學欺凌 這個難學生的媽媽和記者表示 我兒子小小的時候 被同學同學強行抱起 扔到牆椅上面 膝蓋在樓下 一些戒痕和乳青 校方調查一個禮拜之後 回覆家長 就說 咦 我們看過CCTV和跟進訪談之後 初步顯示不存在欺凌的情況 他說 多一次要求 真媽媽說 跟校方提供CCTV和解釋 不獲得正面回應 於是他在社交平台 自己的社交平台公開事件 誰知道學校 還發律師信給他 這一著就最差了 發律師信 什麼想都不用說 我讀加拿大國際學校 就是吵架 吵架 我都不明白 吵架的禁令崩州的學校 禁令崩州的處理 你竟然可以把你的兒子 自己的女兒 放下去以為 你是不是要給他最好的東西 吵架 真是吵架 吵架 我真的不知道 究竟什麼是最好的東西 你留在香港已經大了 吵架 苦讀也不是吃儀 吵架 吵架 禁令崩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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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母子還沒讀的時候 就不喜歡這樣吵架 吵架 因為我們發覺 這些學校的處理 真是很奇怪 有些不適合政治 有些有些有效益 但是明明 譬如說 假若有欺凌的話 你認真真處理了它 甚至我不覺得 一定要報警 將欺凌你的兒子的同學 拘捕了它 這樣就反而維護你的學校 但你閉護電視也不播 真是壞 為什麼 還是那個學校的家長 又是不知道什麼 皇親國戚 如果你這樣 你就會做得好 然後你還要發律 我這也算了 還要發律師信 給家長 你發什麼發律師信給別人呢 人家要求你 吵架 我是 吵架 混蛋 你可否破交國家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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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去 太狠狠了 吵架 吵架 醫生就不能看 我今天網上說 吵架 去看醫生 能不能找到 在加拿大 唯有看私家 看私家醫生 吵架 居然被人罰 因為不能不能 為什麼不看 因為很簡單 你去看私家醫生 就不公道 有錢的人就得到好些醫療 沒有錢的人就得不到好些醫療 例如說幾人 在世界上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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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大家 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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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神經病 但是現在有誰 所謂文明大國 不是左膠 所以不要緊 吵架 決擇時刻 今天我會說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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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見這些手 你真是吵架 變成這樣 這些人居高位 這個世界最可憐 是什麼呢 好像家姐講 我們去一家同學 也跟我同班 現在 就不要說是誰 香港其中一家 差不多是 最大的 私人企業 裏面做HR的director 我家姐說 他經常在一個群組裡 很鼓速 說看不起人 因為我和他有同一隊 因為他臨班 是 我認知 他三十多年前 未必是看不起人 或者他 免得出聲 他要小心翼翼 他要小心翼翼 為什麼他可以坐到這個位置 就是要靠他無聊 就是要靠他小心翼翼 現在就是這樣的 你好像我這種性格 十倍一百倍再勤力 他是不會給你機會的 你有靈學 好像我們讀書 很差 如果讀書好一點 我告訴你 一千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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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管你懂不懂 想對還是錯 會想事情 會駁嘴 比如老闆說 喂 老闆說 喂 老闆 是不是這樣轉個彎 好一點 其實明明是好一點 喂 你老闆 這麼多話說的 好了 你說這種是什麼管理 是 教育局回覆說 接獲家長投訴之後 即時跟進 了解學校的調查 和跟進工作 要求學校提交報告 香港01 向加拿大國際學校查詢 至今未獲回覆 48個小時 各位網友 你有誰有指疾 在這間學校讀的 或者朋友的指疾 叫他真的不要讀 你讀壞人的 這些是混蛋 你有沒有 誰敢這樣處理 回體又不應 當然教育局沒有什麼 我們先說 喇 攝氏 男童的媽媽阿絲 他說 上個月22號 8月22號 兒子 咦 上個月22號 國際學校不同 可能他要上學 這麼早 在小息時候 在學校操場位置 被五名學生包圍 其中一個較高大的同學 將他強行抱起 扔到長椅上面 令到他膝頭 留下瘀痕 和戒痕 他的兒子 當日戴著膝頭 有乳塞 乳青的膝頭 回家 他見狀 為何想起膝頭 才揭發這件事件 母親媽媽說 第二天 他和丈夫一起約見校方 校方說 得定 我會調查事件 而且會在小息時段 增派老師人手 看著學生 又曾發出校內通告 交代事件 好了 事隔一周之後 即是8月30日 即是8日後 下方就用電郵通知媽媽 初步調查結果 他說 看過CCTV 和經跟進訪談後 沒有顯示有欺凌情況 下方在電郵中 沒有交代CCTV內容細節 也沒有提及和何人訪談 只是說 看過CCTV和經過跟進訪談後 好了 但是呢 提出我們會安排心理學家 見你的兒子的 媽媽就多次要求校方 喂 你可不可以用CCTV來求證 又建議 因為 為何他會這樣建議呢 因為呢 學校當然要保護其他同學的私隱 他說 不要緊要 你可以無片段中學生的樣子 為何方便看 校方就不知可否 因為答不了 好了 好了 母親C 於是乎 就在個人社交媒體裏面講述事件 校方在初步調查 結果通知他之前 就同一日 就向他發律師信 要求他24小時內 移除社交媒體上有關兒子 在校內受欺凌的內容 你可不可以很害怕被人家出行 唱歌你咯 加拿大國際學校是含家產 加拿大國際學校的學生 老師的家長 全部都是含家產 吵到四傳家 好未 是呀 吵你了 你有沒有瘋了 校方 吵你了 你有沒有 搞幾十年在香港 喂 是保護說什麼 喂 難道真的有皇親國戚 吵你了 真的有 不能撐動的 戒人物 喂 那麼我真是 現在真的 如果我覺得 不單是教育局 警方都會跟進 如果是這樣 我又不是真的大灣區化 香港不就是這樣 是否要搞到人暴冬張西網 你又沒有 喂 喂 阿師 阿媽媽 暴冬張西網 快點 好了 不是你離譜 都叫被律師信 不是就是 你去到這些環境 喂 家長 大家可以談到他 他說幾乎 幾乎 幾乎 幾乎高傲 這些管理學校的人 這是大陸的學校 真是瘋狂線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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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回覆說 接獲家長投訴之後 即時跟進 包括了解學校的調查 和跟進工作 亦都要求學校提交報告的 校方說 學校呢 局方說 學校正按機制調查事件 包括透過電郵和面談 等不同形式和涉事的學生 和家長去溝通 教育局說 會繼續跟校方緊密聯繫 提供適切的支援 又說 對校園欺凌行為是寧容忍 會嚴肅跟進每一宗個案 你老母子就是 你教育局這麼麻煩你 但是另外一方面 教育局呢 也都跟媽媽說過 她說 其實呢 國際學校和 資助和官校的管理機制不同 教育局其實都沒有辦法介入太多的 也都沒有辦法逼學校交報告的 她說只是傳遞信息的中間者 哦 原來搞國際學校搞這樣的私刑 是可以這樣 即是不拿政府錢 那 我們 以我們的理解都似乎是沒有拿錢 咩 咩 你老母大理是拿著教育政策的 咩 你很多事情可以做到的 好了 她媽媽說 兒子事後才透露 原來她被這些同學欺凌 是長達一年了 所以自8月22日之後呢 她就沒有上學 那也都向兒科醫生和臨床心理學家 尋求 治療 初步診斷呢 她兒子有招累症狀 正在等候醫學報告 她批評校方處理事件的手法 迴避她們的質疑 也認為校方不提供CCTV的片段呢 她的解釋做法不合理 而且她說校方一直要求她把郵件內容保密 在會面 要約會面之前呢 又要求她要簽保密協議 她說給她的感覺的態度呢 非常不誠懇 她說如果真是很有真誠的 她說第一個禮拜就馬上交代 應該 或者找到相關的同學和家長會面 其實有 沒有的 你就看片段說不是的 你真是虧的 有的 就叫大家對雙方家長來看見她 可能會失碎的 你真是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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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呢 希望校方盡快提供當日CCTV的片段 離清事發經過 她這個我覺得很合理 她說如果是我兒子的問題 那你早點讓我指定教她 因為可能是兒子都可以 你誣人都可以 行不行 你什麼事有什麼那麼瞞 你唯一就是我覺得 當然是 難道對面五個學生裡面 有些不可撼動的 屌生名流 就是國家長 是這樣的 香港有什麼特權 有什麼人有特權 你老鼠休息一會